去为探索讯还记得,去年那颗突然闯见太阳系雪茄状星际莱克吗?估计它现在已经越过土星轨道,很快就要离开太阳系了。 是不是盼望着这样一颗星际莱克再次到访地球呢?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,最近美国德克萨斯正上空,突然出现了一个漂浮雪茄状不明物。 雪茄状不明物的突然出现,让开了阵很多目击者感到十分困惑,引发了人们对不明微型物的猜想和担忧。 一位身份不明的目击者说,这是我一辈子见过最奇怪的事,因为这个不明物悬艇在天空中一直没有移动,时间一共持续了20分钟。 从图片上看,这个雪茄状不明物,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晰,正因为它不清晰才让很多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。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飞艇,因为这个不明物和飞艇,存在很多相似之处。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被航空监管部门所否定,航空监管部门称该地区并没有正在天上飞行的人类飞艇。 有人认为,这可能是一朵云,或者是一个气象气球。 如果它真是气象气球,那么它会一直不动地待在那里。 一天24小时都会在,如果它是一朵云,那么也会随风而移动。 你见过飘着不动的云吗? 所以,不明物是一朵云或是气象气球,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不过一位名叫Noberto Chaos的人认为,这个不明物很可能是一个外星人飞船,因为90年代中就看见过这种类似的雪下状UFO。 这个不明物在空中能一动不动,它悬浮20分钟。 这种超高科技,的确令人匪夷所思,就算是现在最先进的无人机也无法做到,因此这个不明物很有可能并非人造物件。 那么这个不明物到底是什么呢? 目前没有人知道,有趣的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为一。 有趣探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